维吾尔特别法庭自周五开始在伦敦进行为期四天的听证会 大规模拘留、强迫绝狱、极端监视 中国以打击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为理由 对东都决散的维吾尔人和其他脱绝手术民族实以前所未有的镇压 一个独立的公共法庭自伦敦进行调查 该法庭收集和分析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并听取了许多证人的证词 中国外交部称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既不合法更不可信 并称只不过是手术人炮制的又一场犯法闹剧 该法庭昨天开庭举行听证会 法庭将确定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反人类罪 甚至是种族灭绝罪 维吾尔法庭是北京威胁制裁的尸体之一 该法庭的主席是英国律师杰菲里尼斯 他曾领导联合国对前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伯丹的战争罪起诉 预计维吾尔法庭的报告将于12月公布 虽然他没有法律效力 但是参与者希望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并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导致推动可能的行动 据美国谴责中国正在东突决散进行种族灭绝 英国、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已宣布 中国在东突决散对维吾尔人及其他手术民族实行的政策 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欧盟还记得1989年中国当局对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的民主抗议进行暴力镇压 并继续悼念镇压死难者 欧盟维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马斯拉利 四日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参与过天安门运动以及纪念活动而被捕的民主人士 马斯拉利还针对东突决散维吾尔人的遭遇 呼吁中国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 他说那些因1989年事件或参与纪念活动而被逮捕的人 应该获得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 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人权捍卫者 他指出虽然出于公共卫生考虑因武汉病毒疫情限制机会 但人们应该能够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纪念 在维吾尔人的处境的问题上 众所周知 欧盟一直很明显 并已在就这个问题发生 对政治性质的在教育营 以及限制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等问题表达严重关切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四报道 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会与中国公布9人的医疗记录 这9个人的病情可能为新冠病毒最先 是否系实验室泄露所致 提供重要线索 新冠病毒的来源有很大争议 美国情报机构仍在审查有关报道 报道称 在2019年报告狩猎新冠病例的一个月前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出现严重病情 我们想看看据报道 在2019年得病的三个人的医疗记录 他们是否真的生病了 如果是 他们得的是什么病 该报道援引福奇的话说 这9个人中包括3名在2019年11月 报称身体不适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以及6名在2012年进入蝙蝠洞穴后生病的矿工 其中3人已身亡 报道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 在那些进入蝙蝠洞穴的矿工生病后 曾到该洞穴捡取蝙蝠样本 挪威、冰岛和劣质、郭士等已与英国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 当地时间6月4日 英国政府称 英国已经与挪威、冰岛和劣质、郭士等签订了新的贸易协议 该份协议将促进英国数字产业发展 降低英国农产品的出口税率 促进各行就业 声明中称 贸易协定将支持英国的肉类和渔业行业 英国公司可以在这些国家参加约2亿英镑的公开招标 中国九名铁路维修工人遭列车撞击死亡 甘肃省经创世近50名工人在火车线路的封闭路段进行维修 只是一些工人在火车线路的开放部分工作 当日情城乌鲁木吉治行中K596客车司机报道 其驾驶的K596次列车自蓝星铁路御石站向东行驶至 蓝星县处时与铁路施工人员发生碰撞